不知道大家對旅行的看法是什麼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 警告的邀請的分享者 是我們就是滾出去的創辦人 然後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好 謝謝 好 就是有一點點小緊張 然後就我剛剛在下面 聽大家自我介紹的時候我發現 就是好像來焦點的人 跟彼此都非常非常有關聯 然後我跟在座各位也很多有關聯 例如我早上才去很貴很貴的 新一代睡覺 或者是Mougal Jims剛剛講的那個 五個帥哥的國資店在我家旁邊 然後或者是 我也是iSA的成員 就發現很多很多其實是跟大家 很共同的或者是我介紹滾出去的時候 講不下去的時候我就會說 好啦有點像是出國的城市浪人 對就是 有時候大家都會互相這樣串聯一下 所以就發現跟彼此 很有關聯然後甚至是剛剛 很多很多人講關於旅行這件事情 其實我現在正在出業 那我做的主題也是關於旅行的事情 所以待會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是許日軒 然後我是台北人 今天23歲 那我昨天才看到 嚴長壽翼一篇文章 他說不要再活在教育體制 還有你的學校的名稱底下 所以我今天不會告訴大家 我來自什麼學校 因為我想要讓大家知道 我在做了什麼事情 而因此更認識我這個人 好 那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滾出去 那滾出去其實是在推廣 年輕人出國到世界上去做一個深度的旅行 那我們希望讓大家換個方式旅行 然後走進世界跟深入世界 去體驗不同的文化沖景 那怎麼樣換個方式呢 例如就是當地旅行的時候 讓自己去當地的傳統市場 然後跟著當地人點一個 你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的東西來吃呢 或者是當地旅行的時候 湊一段時間去參加一場當地最熱門的運動才吃 就算你看不懂 或是找一個也在旅行的外國人 跟他一起旅行 融入他的旅行方式 或者是帶著台灣的諺語還有語言 去跟外國人做交換 去跟他解釋台灣的語言是什麼意思 那這些其實都是滾出去 嘗試讓大家去讓旅行變得更深度 而設計的一些旅行任務 那這邊也想要問大家 就是旅行對你來說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滾出去一切的開始 也是源自於我這個人 徐玉軒對於旅行的解讀到底是什麼 才開始滾出去這個東西 對然後我其實在大學以前 我都是一個常常跟家庭出遊的人 然後會出國 然後很期待去看一些名勝古蹟 或是去日本 最期待的就是去景度 但等到大學之後 我開始讓自己嘗試一個人出國 我開始在世界上面 認識很多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然後這一張是我去越南 參加一個國際會議 然後現場全部都是亞洲地區不同國家的人 然後在這場會議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發現台灣人的熱情 還有台灣人的友善 在世界上是非常特別跟珍貴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是我平常在台灣不會知道的 因為旁邊的人都跟你一樣熱情一樣友善 但當你今天跟俄羅斯人站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天哪我比他友善一萬倍 他怎麼這麼不友善 然後就很想哭 對 然後或是我自己在大四的時候到比利時去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參加一個短期的課程 然後我聽很多歐洲的青年跟我分享他的夢想 就算那個夢想我覺得真的超可笑的 但是聽完之後我還是很佩服 怎麼會這麼可笑的夢想 你還講得這麼驕傲這麼開心 所以我開始告訴我自己 好像沒什麼理由對自己的夢想感到害羞 或者是覺得很丟臉 好像做夢其實是一件很值得驕傲的事情 那或是這個就是有點發神經 就是我在比利時的一個公園 就是我找了一個空曠的地方坐下來 開始思考我的人生 然後旁邊就是一堆就是比利時的人這樣經過 然後他們就看著我 然後我就看著他們思考我的人生 為什麼我會坐在這邊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旅程 然後在這樣一個湖畔 我開始去整理我自己的人生 開始去整理我回到台灣之後 應該要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對於我來說 其實旅行 它是一種在位置中探索世界和自己的過程 當你去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會懂得尊敬他們 會懂得去包容他們 甚至是從他們身上做很多很多的學習 那你同時從這個差異的文化當中 你也會找到你自己 你發現台灣人其實某些特質非常非常好 或是你發現台灣人其實很害羞內向 不敢講自己的意見 那其實會讓我們錯失很多 在世界舞台發光發銳的機會 所以 所以其實在大學經歷了這些旅程之後 在大四的時候 有一個契機讓我開始做滾出去 那就是我必須要繳交一個畢業製作才能畢業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思考說 我要不要花一年做一個畢業製作 然後打完成績就讓它結束 還是我要讓這個畢業製作 它是對台灣的社會有一些影響力 然後我做完之後 對這個社會有一些啟發跟改變 所以我在大四的時候 我做一個決定 我想要告訴台灣更多更多年輕人 其實旅行不只是觀光 它其實不只是看名勝無機 它其實是去認識這個世界 其實是去認識你自己 所以我們就列了這張圖 我們想要去改變大家對於旅行的態度跟想法 我們想要把觀光旅行變成走進去的深度旅行 所以在這樣子行為的改變之下 我們創造了滾出去 我們創造了很多旅行的任務 讓大家開始透過玩遊戲的方式去深化自己的旅行 那其實在這個滾出去的時候 我們開始去融入我們自己的一些專長 就是我們團隊的專長其實就是設計 所以我們把旅行的手札加上任務 這兩件事情配合在一起 變成了滾出去任務手札 變成你在旅行的時候 你可以寫旅行雜記之外 你還可以看這些任務 這些任務其實就是在逼你去做不一樣的事情 那這些事就是之前 販售手札 然後他們就是旅行怪對人跟我們做的分享 然後其實我很喜歡看他們的手札 因為他們的手札是在紀錄一個國家的完整的故事 因為他們是透過不同的任務在寫不同文化面向的那個國家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其實看完那本手札你會覺得你是在跟他一起瀏覽那個國家 那手札之後我們覺得不夠好玩 想要就是讓自己有更多的挑戰 然後想要去做更多好玩的事情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很像桌遊的滾出去任務包 那滾出去任務包它其實就是以卡牌的性質 然後有很多的任務卡片 那它就是這樣子 我今天只有帶來就帶回大遊戲去可以來看 然後它是裡面有很多道具 然後幫助大家在旅行的時候 就像在玩一場大型的遊戲 所以你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你就會更深化你的旅行 那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這一位 就是這一位是去年的福大的什麼正妹是不是 就是福大有一個校園月曆的正妹 你們記得嗎 福大人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 不知道有人大咬頭欸 所以他就是那個前三名的正妹 對月曆牌超常的 對對對就是月曆 拉正妹月曆 對對對 對對對 對然後 好 對然後這位 拉正妹月曆的就是朋友 他就是我一個朋友 然後他昨天才跟我一起完成這些照片的外拍 然後那不是重點 然後重點是 就是希望大家在旅行的時候 他可以去玩這些東西 然後讓自己更深入當地 那卡牌內容有哪些呢 就是像當地行程卡 然後他就是讓你去看一部當地 就是最紅的電影或是戲劇 然後或是交流卡 逼你跟當地人多交流 那這個就是在交通公司上面 逼你要主動去搭山野的路人當中 變成朋友 那這個是調查卡 調查卡其實是 就是莫名其妙的用上 我在大二的時候學的社會學 所以我們把社會學分成非常多不同的面向 然後變成調查卡 所以就是逼大家用比較學術的觀點去觀察 每一個國家不同的文化面向 那這個是規範卡 規範卡是每天你要抽一張 像這個就是被大家反映非常難的一個任務 因為它規範你一整天都不配拍照 對就是非常多女生很討厭這個任務 那或者是沉澱卡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把我自己的經驗硬是加在每個人身上 所以我想要逼大家在國外的時候 找一個地方讀處 然後問自己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像是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為什麼自己一個人坐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我們之前就是在做任務包測試的時候 然後有給來台灣的外國人玩這個任務卡 然後這個外國人他非常的會善用機會 因為這個任務呢 其實是叫他去當地的學校參與課程 然後他就特地選了一個女生很多的學校 然後就去然後就認識一群女生 然後就拜託他們帶他去上課 所以他上課的途中都一直在跟這些女生聊天 然後他就很得意的PO這張照片 所以就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就是其實就是開始去發現 除了影響台灣年輕人之外 我們好像也可以開始影響任何任何到不同地方旅行的人 然後其實在旅行回來之後 在執行完任務之後 我們其實會希望更多更多旅人 可以去分享自己的旅行故事 然後也可以讓對旅行有興趣的人 可以來分享他們的 就是可以來承接他們的勇氣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叫做活動 叫做滾蛋咖啡館 然後所以就是讓旅行過的人 跟還沒有旅行的人 他們互相交流 然後彼此交換自己有的東西 然後甚至是讓更多更多人 有勇氣出走 欸快結束了 Sorry 好那 好那最後我想要以 就是我現在在做一些事情做結 對就是其實我現在滾出去 我畢業之後滾出去它其實就變成我的創業 那我覺得創業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一種生活的挑戰跟生活的態度 就是你就是每天在讓自己過很新很挑戰的生活 那我很喜歡這樣的生活 那像我把我家客廳當作滾出去的工廠 每天都在我家客廳包手札 然後包任務包 然後甚至是我會糾團 就是叫很多朋友來我家聊天 然後其實是來跟我包東西 我就說大家一起來聊天 互相認識朋友 然後來的時候就每人發一碟紙盒 然後給他們 然後大家一起幫忙包這一千個任務包 一起完成很多年輕人出國的夢想 對 然後或是就是因為任務包的關係 就是一通電話 台南的廠商叫我搭高鐵下去工廠參觀 然後甚至還數落我說 小姐你怎麼都對印刷這麼不熟悉 還想要創業 就是你會開始去遇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你會開始 必須要跟很多很多不同業界的人士去交流 去學習他們的東西 那其實這一切的旅程 包括滾出去包括創業 他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挑戰的東西 然後其實最後是想要用這句話作解 就是大家可以問問自己 就是旅行到底對你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希望大家可以拋開觀光客的身份 然後開始當個深度旅行者 然後你會從這個世界 得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好 謝謝 接下來是五分鐘的服務時間 就是大家有任何問題 想要問一下我們的創辦人嗎 哈囉 哈囉 我願方也想要大家 嗨 小黑你想問什麼 蛤 他其實沒有想問 但是我從你的眼神裡面看得出來 呃 我有一個 比較像建議 嗯 就我覺得說 可能 會變成就是說 因為在整個 就是整個故事裡面 我覺得非常好 但是可能會有點限縮到 就是 就是 不太清楚一個客人 會想要鎖定 在什麼樣的地方 就是 因為現在已經算是一個創業 而且 證明都已經很高了 那 我一直很努力 就是很想問的問題 那你們有 最 最想要 就是你們想要 target的東西要是 什麼樣的目標 就是除了 因為很明顯是說 你想要讓那些 不懂得 就是從觀光課變成旅行者 那 為什麼 就是 你為什麼想要做這件事情 好 我以為我剛剛有講 我剛剛沒講 我剛剛沒講 為什麼想要讓觀光課變成 深入旅行者 其實是因為 好 那我就再講一次 就是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的旅行經驗 然後我發現 其實 當一個一直承受 台灣教育體制下的一個學生 當他走到世界上之後 他會從這個世界上 獲得很多衝擊 開始去做很多想法上面的改變 甚至是會更勇敢的 去追求一些自己 原本不敢追求的東西 那我希望看到更多跟我一樣的人 更多 開始離開台灣社會框架的人 開始更多 承受 各種文化挑戰的人 因為我小朋友就是這個 那沒有辦法 如果需要這個 需要走出去 可是他卻沒有這樣的條件的人 什麼叫沒有條件 例如說他經濟的條件 好 所以其實滾出去 現在在做的 我們其實是希望推廣的一種趨勢 因為其實 我們自己身邊很多朋友 其實 有一些朋友是非常非常認同旅行 所以他們會花很多時間 存很多錢 想辦法要去旅行 因為他們認為 旅行在他們生命中 佔著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 那我們自己是認為其實 好 可能有一些人他們 就我們現在自己是更想要 轉變旅行這件事情 在大家心目中的位置 因為當你今天 願意花可能一兩萬塊 去買一個3C產品的時候 你卻不願意花這一兩萬塊 去給自己一個不一樣的旅行 那就是價值觀上面的差別 所以其實滾出去在做的是 希望開始讓看重深度旅行 這件事情的人變得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願意 在大學四年 或是出社會之後 給自己一個這樣的旅行 然後當做一個人生的規劃 對 有回答到你嗎 所以我剛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要給你 比較像是建議的 就是什麼規劃 就是那 你們有在做台灣的這一塊嗎 就是關於台灣 跟在旅程度 因為 其實旅遊很多人來做 沒有要講生意 就是那你們自己有沒有自信 就是旅遊化跟其他的團體 做不一樣的 就是去的 其實我們原本有想要做台灣的旅遊推廣 但是因為我們其實就是覺得 現在市場上面其實已經很飽和 外加已經有很多很優秀的團隊 而我們自己的經驗是更認同 在文化極大的差異之下 去做一個深度旅行這件事情 所以 我覺得我們推的不是旅遊這件事情 而是在不同文化之下的旅遊 對 這樣也回答到你 謝謝 好 我覺得我很像在拷問的感覺 對 等一下你追老師 對對對 那等一下給我幾分 你要不要贊助我 好 請問 如果我媽剛剛那次拷問 我可能會拷問 所以如果不爽的話 可以把賣個東西丟過來 不過拷不想拷問 好 沒有 就是我有買你的產品 嗯 買來的時候 因為我有買你的 但是你自己有買一個人 對 然後我自己也是 對 對 我單不軟化 我只要 或是想好奇那個問題 嗯 就是說 因為你來的時候 我一定會打開那個就是 軟軟期待 我也很軟軟期待 但是我們發現就是說 它非常多元的是 我跟我說 怎麼像學習單 嗯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在覺得 因為我好 我好跟你們的一個 物資網站上的那個 那一個吸引 你們的文字數非常的清楚 而且挺溫暖 然後可能就是 感覺非常的好玩 我媽到的時候 會有一點小小失望到是說 原因是因為 就覺得說 它可能會發明到新的遊戲 但可能是期待過 過度的莫名其量 是我們自己的期待 所以有一個很fancy的感覺 大概就是 有很多 很像小時候暑假的會 就是說 介紹我們的夜明 所以真的很精神 這是我的小小的感覺 因為後來我們買這個 我們有買熱物包 然後熱物包寄來的時候 有點破破 但是沒關係 因為打開裡面 其實太有精美 但是我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做那個圈圈 就是我做的盒子 就是沒錢的時候 就是破破的 沒辦法 就是那個 就是 預設的就是那個嘛 就是那樣什麼 反正就是 血童嘛 就是排 所以就沒有環好 我知道 這個我待會可以回答 然後 然後重點是說 打開那個牌子 就知道吧 這個紙牌是不是一個 特別的遊戲 跟這個 就是Distinct from這個 日誌跟政治是不太快的 結果打開來發現 第一張紙牌 就是 就是 但是我剛剛看完整個 因為我沒有把它學會看 看完整個 就發現它其實有其他的 對 我覺得還蠻好的 只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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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好奇你們 這樣來做 旅行 跟遊戲的節目 或其他的 想法 好 OK 應該不會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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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就是還蠻感謝就是 就其實我們現在的團隊 算是在剛起步 所以任何的建議 就是待會如果任何人 就是不敢正面 給我建議的 其實都可以私下給我建議 因為其實你們的建議 都是可以讓我們 之後不會再 接受更多 炮轟的一個依據 對 那 欸你剛剛第一個問題 怎麼辦 你也問太多 我想起來了 手札這件事情 那其實 我們 欸你手札問了什麼問題 我是手札 手札改變 很像學習單 沒有那麼大的遊戲性的感覺 了解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可能是 我覺得如果我們自己 檢討的話 可能是我們自己 在行銷上面的訊息 沒有跟實體產品 的這麼align 對 但是 這個部分我們 就是會自己去改進 但其實 我們自己是接受到 比較多 或就是 可能比較真的沒有旅行經驗的人 那他可能 對於這樣的 學習單性質的東西 他是比較喜歡的 所以 其實 手札這個東西 它有一點 是屬於任務的東西 其實比較 偏向初學 或是初中學 或者是 只是想要做紀錄的人 那對不起 我覺得 這樣是太白了 因為我不是你的客群 居然嗎 沒關係 是我們不小心是你來 真的對不起 我不小心讓你買我的產品 沒有啦 因為其實 有一些女生 他們是很豐富的旅行家 但他們 買那本手拿的用意 不是因為要做這些任務 而是他們想要 記在那個任務底下 所以就變得說 那本對他們來說 是紀錄的功能 比較不是 照著玩的功能 對 任務包盒子 這部分 我在這邊就直接給你道歉 因為其實 我們當初的那個 蘋果 就是沒有做得很好 但我們現在已經 重新印製一批新的盒子 然後我們也會 在這個禮拜祭出 就是給所有購買的人 對 那我要再去幫你選擇 我覺得他知道自己 科目做得很好 因為他在進行的 謝謝 謝謝 那我還有沒有 有漏掉的問題嗎 沒有沒有 他想加入你們 真的 你是說先罵完我之後 再加入是不是 好那現在換我來罵你 所以你還沒有開玩笑的 對 好 那我們就是掌聲謝謝 謝謝